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一半呢 或者三分之一啊 然后呢 那个外汇储备 等于那时候的外汇储备是70%的 就是所有的银子都在中国的 那时候呢 因为它不要让步一些 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就是这一次应该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起码应该考虑自己的历史呢 从你的角度 你会说 从你的外汇角度来呀 你会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 你看看 讲到鸦片战争 反对的 是 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 要避免的 要预防的这个鸦片战争的 但是呢 这是应该多考虑问题 对 从你一个角度 你会从健身起来 就会说 其实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这次的问题来讲 到底怎么样才对我们中国是最好的 请回答我的问题 松作 首先我要说一下 刚才说这个让步啊 我想说 为什么 引用一句话 为什么受伤的 总是我 为什么美国不能让步呢 其实美国解决 它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办法 非常简单 它对中国开放 它的高科技出口就可以了 我们呼吁了很多年 它把军事武器卖给我们也可以 为什么它卖给台湾 不卖给大陆呢 它向中国 它向中国的金融企业 开放它的市场 不是很好吗 我们的工商银行 在美国去申请分行 申请了12年 才能拿到这个分行 纽约的一个分行 但是美国的那些所有的银行 都在中国都有这个 所以说 为什么要让步 为什么让步的不是美国 大龙虽然你不是办 你虽然不是奥巴马 先委屈你了 但是就是说 你觉得像中国 他所表达的这样的 你觉得言之成礼吗 是不是也有道理呢 其实我觉得美国那边 应该算是法律 最稳定的一个国家 而且最明确的一个国家 所以像这个 这个汇率操纵的一个国家的 明确的表达方式 美国已经说明了 而且所有的专家 几乎所有的 美国可以有美国的定义 我可以有我的定义 对吧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 你要把你的定义 强在跟我 所以我们双方应该 坐下来 磋商一下 千万不能坐下来谈 汇率问题 没有谈判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一旦谈下来 美国人会拿出来的说 你汇率可以不让 然后你市场要对我开放 我们要看到 那么80年代的日元的国际化 以及后来的日元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开放 所以你觉得汇率问题 不能捆绑在 其他的附属条件之下 这个部分 如果假设像日本 当年的一样来讲 可能对他整个经济影响非常大 太大了 而且美国仅仅不会是打贸易 而是对中国的经济 全局的一个考量 那么比如我在这边 想讲一点 就美国人加入进来 使我们的慧改 更复杂了 我可以这么大胆地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可能在下个月 甚至有可能在这个月 就已经动了 当美国的压力进来以后 让我们没法去动 好 谢谢 来 第二排 这位剧反对排 请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一进来就看着 这个人民币问题 能不能爆发贸易战 我因为这个题啊 不是爆发 而是加剧 升级 中美的贸易战 不是才开始啊 早就开始了 咱们说 咱是抱着理性的 你不填着理性吗 咱们国家政府已经 曾经跟他是战略伙伴 可是伙伴哪有这么干的啊 一次一次的 报复咱们 我记不住了 几项的 几项措施都这么干了 现在我可以说 美国 从不时开始 就沦为无赖国家了 等一下 大家理性一点 理性一点 理性一点 你不要翻旧站 美国 所以这个问题吧 伙伴在旁边 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他不把咱们列为 这个 恐怖国家的 第几位来的 他现在他失业了 解决不了内部这个经济危机了 他为了转嫁危机 他采取这个借口 所以 咱们一定要顶住 理性 理性 你刚说要保持理性哦 要保持理性 好 谢谢 如果说实在的 你要理性 人民币升值 对咱们本国人民是有好处的 你这个人举了奥巴马 在这种情况下 咱就不能升值 等一下 等一下 麦克风递给他一下 递给他一下 这伙伴在这边 你这个特别拿了一张 这张照片 对大家好 我正当 就是作为一个美国的老百姓 在中国待了快五年 听到了中国的老百姓讲话 对对对 我就像说我是一个 那个和平使者 就是我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可以 人民是友好 对对对对对 民间我们还是要友好的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手边来讲 你存的是人民币多 还是美金多 这个我存的钱不多 我欠的钱多 所以呢 我最近发现 我在中国现在挣的钱是人民币 好处呢 就是我换来美元 就是可以换得更多 所以我在美国的贷款可以还得更早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谢谢他的看法 来 好我们来看上面一个图好 这个图当中 我是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最近的报告 那么其实很多欧美人 也是认同这样的说法 就说哎 那我们来看 你说人民币到底升值 应不应该他升值 他现在是被过分的 被低估了 就会用这个麦当劳指数 就巨无霸 麦当劳巨无霸主持 同样跟麦当劳 他的生产成本 其实差不了多少了 在全世界各国来做个比较 之后他发现 你看美国的美元比价 3块54美元 中国内地的话 1块83 来相对来说 他就说你看低了48% 用这样的指数来看 比如说中国香港 他低了52% 你觉得这种 经济学人用了说麦当劳巨无霸指数 来看待汇率来讲 这有参考价值吗 来 这个麦当劳 他是叫按照理论上 叫购买力评价 他有他合理性 他合理性说 就说未来长期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达到了美国 那我们的汇率就应该是3.45 3.54 现在显示的 但是呢 长期也是个什么过程呢 也就是说 可能是20年 30年 如果我们如果说 这30年没有赶上美国的发达程度 远远实现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把 30年甚至说 我们一辈子 活着都见不到的这种情况 拿来说现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简单说 现在天津的物价比北京便宜 那是比如说 我是不是就可以要求 天津的这个什么 人民币 相对于人民币升值 这是很荒唐 好 谢谢 我非常同意这个王教授的 这个甚至写入的 这个教科书啊 这是非常误导的 我们把麦当劳换成汽车 在美国一个2万美元 可以买到的汽车 比如在中国就要卖70万 那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应该 现在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美元 对35人民币 所以我到美国去 那个布鲁金斯经纪所的人 我就说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怎么算出 我说你们怎么算出 人民币低估什么30% 我说我现在按我的算 我说你们把你们的模型拿来 我换一个别的参数 我换一个别的商品 我可以算出来 现在人民币高过了500% 你信不信 他们无言以对 所以这种理论 这种所谓 亚克鲁撒克逊的 这种经济学理论 就是纯粹是 就是我不想用脏话 但是这是完全是反科学的 完全是反科学的 完全是反科学 但是这个经常写出来 这个教科书 你们去看那个曼坤那个教科书 哈佛造学那个曼坤那个教科书 他就应用这个 我相信这一个常识的人 你们都能够知道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好谢谢 来我想特别请教一下 来李肃 李肃 这个刚才我认为啊 就这种讨论没意义 就说光是拿一个麦当劳去比 但是从经济结构上看 中国这么大的贸易 这个顺差呀 实际上经济失衡 确实是存在的 在这样一个经济失衡条件下 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我认为从根源上 深入去分析 我觉得台湾经济的经验 是应该借鉴的 台湾到87年 跟我们现在一样 也是外汇储备 到了世界第三 第级 大量的外汇储起来 大量的这个低端的商品 全面的出口 所以他当时87年 采用的最大的政策 就是放开外汇了 就外汇管制被87年废掉了 然后他因为废掉以后 就导致民间力量就起来了 就钱就都在老百姓手里了 他就有市场了 刚才这几位他老在这说 我就说现在中国是什么呢 他是外汇管制 管在一个人手里边 他没有市场因素 所以你只有管制 没有市场因素 而台湾当时一放开 外汇就是涨了 涨了30%左右 涨完之后就促使台湾经济 大规模的向外投资 大规模的买技术进来 然后产业就升级 它的整个电子产业 这些IT产业就非常快的发展 而且它股市一直窜到了 一万多点 从两三千点到一万多点 大量的资金进了新产业 最后就发展快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呢 稍等 现在我认为汇率其实应该调 调到一比五也别怕的 应该最重要的是 借助这次大量的人来攻击 我们汇率操纵 我们加速金融体制改革 加速外汇这个管制的改革 而且应该把更多的人民币 放到民间来 在人民币在这个整个银行里边 加速或者放宽 对中国企业借贷外汇的这种管制 然后让他拿了钱到全球去投资 我倒是同意李先生的看法 因为从人民币升值 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